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突然间就没有了 于是就想弄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 没想到竟然是因为早上起床做了这件事 一 早上起床不要做这三件晦气事 邻居讲述王大爷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他早上起床时用力过猛 伸了个懒腰后就感觉到胸口疼痛 倒在了床上 等到救护车赶到后 王大爷已经没有了呼吸 从赶到胸口疼痛到停止呼吸 整个过程不到二十分钟 据家属回忆 王大爷本身就有冠心病 医生叮嘱他要按时服药 注意饮食 改掉不良生活习惯 可是王大爷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总是认为自己身体硬朗 没那么娇弱 药是想起来就吃 不良习惯也没有改掉 发病前一晚还在和他的老友们 打麻将打到深夜 结果早上起床后用力过猛 导致心梗突然发作 直接猝死在床上 听到这里 其实感到非常惋惜的 生命无常 我们殊不知明天和意外 哪一个会先到来 为此专家学者就建议我们 早上起床一定要注意 这三件事千万不要做 不然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 这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像王大爷一样 早上起床用力过猛 白天的工作比较劳累 晚上回到家 好不容易能休息几个小时 有很多人都舍不得把时间 花费在睡觉上 拿着手机玩到很晚才睡觉 早上就容易起不来 订了好几个闹钟 当闹钟响起来时 心里会突然一疙瘩 再不起来要迟到了 然后立马快速地先被子起床 其实这是不可取的做法 快速起身 就是一件可能会折瘦的事情 身体苏醒需要一个过程 起床太猛 容易导致身体的血液和氧气供给不足 可能会出现胸闷气短的情况 大家在起身时 体位也在不停地改变 这时身体里面的血压 也会出现上下波动 这些波动就会给人体的血管带来刺激 让人体的健康受到威胁 如果自身还存在高血压这种血管疾病 血管受到的损伤就会更加明显 大家一定要改掉猛地一下起床这个坏习惯 可以稍微放慢一点自己的速度 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 可以减少血液波动 给身体寿命带来的影响 第二件事是不要憋尿 有些时候 大家会醒来都不是自愿的 是被尿这个家伙催醒的 但是早晨的被窝太暖和 很多人都赖在床上不想起来 最后实在是憋不住了 才会起来去上厕所 其实憋尿就是坏习惯 会让身体的膀胱压力变大 增加肾脏的负担 及时排尿 能让身体中代谢产生的废物 及时排到身体外面 让身体变得更加轻松 也能防止健康受损 不过 大家在感觉到尿意时 也不要不顾一切地开始往厕所冲 大家的身体这时候刚醒 还没有进入状态 血液循环的速度也比较慢 跑得太急容易导致大脑缺血 年纪大的人还容易摔跟头 大家保持正常的速度就行 第三件事 不要空腹运动 有些人年纪大了之后 就感觉自己总是会醒得早 想着反正也没事 不如起身去锻炼身体 其实在早晨起床锻炼 对身体也是有一些好处 但是不推荐大家进行空腹运动 因为大家晚上在睡觉时 身体的肠胃还在不停消化 晚上吃的食物 经过一晚上的消化 胃里面的食物基本都被消化光 此时在进行空腹运动 能量消耗较快 容易感觉到头晕 出现血糖过低的情况 大家在晨炼之前 可以先吃点东西垫一下 走一段路消化一下 然后再开始进行晨炼 如果生活中不重视这些 很有可能会诱发某些疾病 因此在生活中 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 进行养生 为此高僧就提供了一些方法 早上起床可以坚持这些事情 二 早上可以坚持做这些事情 其一 充足饮水 早上起床之后 适当饮用温开水 是养护身体的一种方式 因为经过一整晚的睡眠 在睡觉过程中 没有水分提供 基本上睡醒之后 容易出现水分缺乏的情况 这样血液粘稠度 也会升高一些 如果可以适当喝水 补充足够的水分 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 降低血液粘稠度 对血管健康有帮助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 可能还出现了某些慢性疾病 如果可以坚持早上起床之后 适当饮用温开水 达到补充水分 稀释血液的作用 对血管健康有利 也可以达到良好的养生效果 因此应该坚持好的习惯 最大程度延长寿命 其二 搓搓脸 清晨醒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习惯揉揉眼睛 这样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清醒 其实不妨用手搓搓脸 这样能够改善面部的血液循环 能够使人变得面色红润有光泽 搓搓脸还能改善面部色素沉着 坚持下去能够缓解疲劳 还能预防老年般的形成 冬天气候比较干燥 在搓完脸之后 要立马地洗脸 然后做好护肤 贸然出门对于皮肤是有损伤的 其三 吃早餐 早上的时间相对来说是很紧张的 如果想多睡一会儿 就不免会挤占吃早餐的时间 有一些人甚至长时间没有吃早餐的习惯 这样对于身体影响是很大的 长时间的不吃早餐会让肠胃变差 抵抗力下降 造成肥胖影响寿命等等 虽然不吃早餐是很小的一件事 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小 宁愿少睡一会儿也要把早餐吃好 这才是养生之道所要坚持的事 其四 深呼吸 早晨起床之后 多做几次深呼吸 对身体健康也有一定的帮助 不但可以使肺活量有所增加 而且还能够降低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的发生几率 同时还能够起到清醒头脑的作用 让整个人都变得精神奕奕 起五 伸懒腰 早晨起床之后 做伸懒腰的动作 也能够对身体健康 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可以使身体内的血液循环 变得更加流畅 也能够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 建议起床之后 先放松一下身体 然后五指交叉 并且上举 同时伸展身体 接着左右转动身体 持续三十秒左右的时间即可 其六 扣肌牙齿 建议早晨起床之后 经常做扣肌牙齿的动作 这样可以起到坚固牙齿的作用 延缓牙齿脱落的时间 降低各种 牙周疾病的发生几率 在扣肌牙齿的时候 要有节奏的扣肌 效果会更加明显 其七 揉耳朵 早晨用很少的时间 进行揉耳朵的动作 比如按耳朵 或者击打枕骨 能够起到舒张局部血管的作用 起到清醒大脑的效果 如果患有高血压 还具有辅助降血压的作用 因此 起床之后 要经常做暗揉耳朵的动作 总之 如果猛得起来 或者是憋尿 空腹运动 很容易给自己的身体 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 身体是自己的 如果我们从身边的坏习惯 开始改变 身体自然也就越来越好 不会等到生病时 才会后悔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